做出來完成畫面就長這樣子 Demo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這個範例裡面就是 上面會放一張圖 底下會有三個頁面 三個頁面的話第一個比較難的就是如何做出像這種導覽列 這個導覽列它的特徵就是第一個 它的圖大大的 因為在手機上嘛你不是用滑鼠點 而是你用手點 所以基本上要大一點的 那底下的話呢會有 這個叫lis 這個叫清單 雖然說上面跟下面都長一樣 不過基本上呢 我們主要是要把這個效果給做出來為原則 所以第一個這個地方我們如何做大大的按鈕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點擊它之後呢 比如說就可以秀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認證課程等等的OK那怎麼把這些圖給做出來 再來的話點擊進來 這邊你可以在做讓它上面可以back 然後這邊可以下一頁啦等等的 相關超連結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按部就班了 再來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做 至少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那個phone gap就是在那個 網站上面如果沒有註冊的話請各位先註冊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把那個 軟體給下載 並且解壓縮 就一樣嘛 就連到那個什麼phone gap網站就這個 你可以 就是 如果你 沒有帳號你就 Sign in然後去增加一個帳號 他好像create了一個 create了一個ID 然後 等等的方式你可以用Facebook Google Google 或Adobe ID都可以好幾種方法 如果你有的話你就登入帳號 那我記得好像我申請的 申請不止一個吧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的相關說明 首頁就在這裡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他可以幫你做 開發那個 就是手機的app OK然後 主要是利用什麼利用這些技術 HTML5 就是其實就是網頁 CSS就是他的樣式 另外JavaScript 這些都可以用上 那也就是說他把網頁的技術 用來做手機的app 只是說把畫面縮小而已 那裡面的技術其實並不複雜 所以相關的 說明也許各位有時間的話自己稍微看一下 裡面大家有詳細說明 只是說他目前好像 只有英文版 還有法文版 還有日語版 但是就是沒有中文版 OK 所以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JOMAC Applying 他裡面有一些外掛 然後Duck 就是他的說明檔 也就是如果以後 假設你遇到一些 那個操作上的問題的話 答案都在這裡面 那你當然可以getting start 就是他裡面要怎麼 他怎麼更新啊怎麼做 其實他裡面都有教學 只是說 你如果要把這全部看完再做 我看應該你會放棄了 所以呢我們當然不會 叫你說把這邊全部K完之後再跟你講說要怎麼做 不過當然至少以後如果你要找答案的話 答案都在這裡面 他有相關的說明 OK 比如說不同的版本 比如說不同的版本 都非常嚴格 非常嚴格 但Android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他有開放就 如果你 沒有 開發的帳號 也可以幫你做一些事情 不過相關細節的話我想請各位自己再花一點時間看一下 那他這裡面也是全部英文的 要不然挺多就是一個日文的 OK 如果你覺得看日文比較輕鬆的話 你也可以切到日文 不過應該沒有吧 還是一樣 完全也是看不懂狀態 好 至於要怎麼做啦 裡面其實都講得很清楚 只是說你們可能自己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 會在 用比較 淺顯易懂 大家知道的方法來跟各位說明 要怎麼做 做App 不過主要是根據這個網站而來的 那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待會會 你們註冊 第二個就下載那個 就是我們這個 有沒有 這個Dreamwheel CS6 然後並且把它 解壓縮之後 進到裡面 就是進到哪一層 進到這裡面 他會第一個資料夾 進來之後 叫Adobe的Dreamwheel CS6 其實你如果直接點這個有沒有 這個圖示 點他兩下 那我們Dreamwheel就直接打開了 而且是中文版的 不是英文版的 所以你們應該會看得比較 舒服一點 那後面的話呢 會教各位怎麼樣 利用他 去建一個 什麼呢 App的網站 特別說App的網站 他是一個網站 只是說我要把它變成裝在手機裡面 必須要用剛剛那個網 那個 Adobe的網站 去幫我們轉換 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們待會再來看 至於那個 細節部分 其實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雲端上面也有放 102 那裡面的話 我們需要用的圖在這裡 需要用的文字在這裡 也就是說 總共的話呢 會有現在需要用的文字 需要用的圖 都在這裡 所以你們自行在把他 待會就把他抓下來 或者是說 先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 做的步驟有沒有 我這邊都有敘述 第一個 怎麼設定App的網站 照步驟有沒有 都有圖 有沒有 然後有些說明 照著做照著做 今天大概 因為聖醫節課 要把這個做完 應該有點難度 不過 反正我們盡力而為吧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應該懂我的意思 好 請各位就是 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繼續看